民眾才拿起手機 看這車到底是誰的停在路中間 接著一名全身粉紅色洋裝的女子 走了過來 打開車門 直接上了車 原來車是她亂停的 而地點發生在高雄大寮的明陽路上 是在這個黃昏市場旁邊 疑似這名女子當時就為了要買菜 但她不是停在停車格也就算了 而且在馬路邊也不是 所以是直接大啦啦的就停在了馬路的正中央 完全不讓人過的意思 讓大家全傻眼了 而警方表示 雖然沒有接貨到民眾報案 但是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這名駕駛是有明顯違規的狀況 因為只要是非突發狀況 你把車子停在路中央 不管是突然減速 或是停在這個路中央 都是可以挨罰的 而且這罰款還不清 是這個6000元以上到36000元以下罰還 所以為了一時方便 這名駕駛也將付出代價 像是來自高雄的詳細情形